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伊玛这个壁挂炉呢 接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 然后用我们这个小米的温室度传感器作为出发 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最近呢天气比较冷了 所以呢北方呢都开开暖气了 像我们家呢 没有这个集中够暖 是这种自采暖的壁挂炉 这种壁挂炉呢是可以有暖气 还有热水有两种功能 然后我们看这边有个压力表 一个温度表 这都是来给大家显示这个压力 还有温度的 然后这两个指示灯呢 一个是运行状态 一个是煤气的那个状态 然后我平时呢 每个冬天呢都是用这个旋钮 来选择这个暖气的温度 温度最高是9档 然后一般呢 我这一个冬天呢 要用掉300个燃气字 所以呢非常的浪费 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伊玛 这个壁挂炉呢 接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 然后用我们这个小米的温室度传感器 可以作为触发 看看能不能让这个燃气的字节省一些 然后我就观察一下这个壁挂炉 这个壁挂炉呢 是可以自己配这个温度传感器的 但是呢 官网卖呢 要1000多 也是那种无限的 只是一个温度显示屏 你把这个把这个他提供的这个温度传感器 放在房间的任何一个位置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温度来决定这个壁挂炉的开和关 然后它呢 是装在这个壁挂炉底下 有一个 我们看到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接线的一个端子 我呢 现在把它接到了一个积电器上 我们看那条悬空的白线呢 以前是跟那条红线是接在一起的 那条红线的位置是以前接这个白线的 也就是说 它以前是一个短路的状态 在没有接这个温控器之前是一个短路的状态 我就想呢 是不是把它断开 壁挂炉就关了 把它连上 壁挂炉就开了呢 结果呢 不出我的所料 果然是这样工作的 所幸呢 我就拿出我以前 给大家做这个home kit 视频教程的时候呢 剩下的一个 ESP01的一个开关 我把它拿出来呢 做我壁挂炉的积电器试试看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积电器接到了我的 壁挂炉的旁边 很简陋啊 我这个很简陋 然后我们看左边那个白线 左边那个白线是给它的供电 然后右边呢 右边那根向上的线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壁挂炉底下 壁挂炉底下的那条线 是用来控制通断的 然后我们看home assistant 然后这里边呢 我也安装了一个开关 壁挂炉 比如说我点下壁挂炉开 我们看 这个暖气呢 马上就开始运行了 然后我点下关 那我们的积电器就 那个蓝灯就灭了 然后我的壁挂炉就关掉了 然后同时我这边的小米的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啊 也都在这边能显示出温度来 屋里面的温度来判断 这个我的壁挂炉是否要开启 那么我现在呢 就到电脑上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个壁挂炉自动化是如何做 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如果有类似的自动化呢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例子来设置一下你的自动化 那我们现在回到电脑这边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自动化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电脑这边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自动化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实体现在在这儿 我这个壁挂炉这个开关呢 是在厨房 我那个芯片呢 是刷的是原生的home kit呢 我在集成里面是这样配置的 我们看这个机场里面 有两种形式配置这个home kit 一种形式呢 是用这个我们的home assistant做这个控制器 一种呢 是用它做bridge 如果做bridge这种桥接方式呢 就它的意思是把所有home assistant里面的东西 桥接到我们的苹果家庭里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用这个home kit做的控制器 然后它连接到我的自制的那个小芯片 它就同时接入到了我们的home assistant 还有home kit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自动化 我这个自动化呢 是这样建立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暖气自动化 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模式啊 这个模式单点的意思呢 就是说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进程 比如说你的出发条件 频繁的在出发 如果这个自动化没有执行完 下一个出发条件即使出发了 也不会继续执行 然后呢 重启呢 就是如果你频繁被出发 第一次第一次的自动化没有结束 第二次呢 它会中断你之前的这个自动化进程 然后重新启动这个自动化进程 对列呢 简单了 就是大家排队进行呗 第一次出发 排第二次出发 排在第一次出发后面 并行呢 就是也很简单 那字面的意思也很简单啊 就是两个自动化同时进行 然后我们一般呢 都是选这个单点默认 出发条件呢 我这边呢 有两个温度传感器 一个是客厅的温度传感器 一个是卧室的温度传感器 我的出发条件是两个 两个温度传感器 任意一个温度发生了变化 就会出发这个自动化的执行 我们看哈 就是温度发生变化呢 我这边所有的信息都是不填的 只填一个状态 然后加一个实体 证明就是不管你的温度降低了 还是提高了都会出发 好那我们看一下环境条件 这个是我的门词 环境条件呢 就是保证我的门词是关的状态下 并且持续了五分钟 然后再看下面 这有一个或者 或者呢 底下又有两个状态 就说 他的意思就说 这两个状态 任意一个是off 任意一个是关闭 就可以执行 或者是unavailable 也就是说 这个或者下面包含两个执行条件 这是我的窗户 上面安装的一个窗磁传转器 当这个窗磁传转器 是关闭状态下 或者是 不存在的状态 不可及的状态 继续执行 那我们看啊 下面又有一个或者的条件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意思也很简单了 状态是homeperson.kdhomeperson.macrohome 持续五分钟 也就是说呢 两个人 任意一个人在家超过五分钟 才会继续执行 那我们看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下面又有什么呢 下面是一个选择条件了 选项呢 我这边有四个选项 三个选项还是四个 我们往下看哈 时间 当时间晚于九点半 早于晚上八点 这就是白天的时段啊 然后周一到周日 当这个时间段的客厅的温度 大于零 小于十九的时候 继续执行 打开壁刮炉 也就是说 我白天的时候呢 会让客厅的温度 大于零 小于十九 如果不在这个温度区间呢 那么打开壁刮炉 壁刮炉 然后我们看啊 等待出发条件 打开之后呢 怎么能关闭它呢 我们就需要添加一个动作类型 就叫等待出发条件 也就是说 我自动化 进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会等待出发 等待出发 这有个继续超时 我不允许它继续超时 如果它超时了的话呢 停止了 那就没有人去关闭 那个开关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 所以我把超时 继续这个按钮关掉了 我们看 等待什么触发条件呢 等待这个客厅的温度 大于十九度了 然后 就可以执行下一个默认的条件了 大于十九度 后边有一个默认动作 就是关闭了 也就是说选项一 执行到壁刮炉 壁刮炉的温度 达到十九度以上之后呢 流程继续往下走 就到了这个 关闭壁刮炉的一个默认动作 所有的选项 最后一个默认动作 都是关闭壁刮炉 那我们看选项二 选项二呢 其实就是晚上的时候 晚上八点钟 到夜里十二点之前 我们执行是 我们是观察这个 握室的温度 握室的温度呢 小于十七点五 大于零小于十七点五 就继续出发 我们继续出发看 然后同样也是打开壁刮炉 打开壁刮炉之后呢 也有一个等待条件出发 等待条件出发是用握室的温度 大于十七点五 握室的温度大于十七点五之后呢 它会继续执行默认的动作 选项三选项三 后面我们就不看了 大概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哈 就是我设定了不同的时间段 然后判断不同的温度 温度传感器来决定 我是打开还是关闭壁刮炉 那么这样看呢 不是很直观 我们看着 这边有一个跟踪这个执行过程 我们看一下跟踪执行过程 左边的这个流程图 就非常一目了然了 那我刚才也说了 我有两个触发条件 一个是客厅的传感器 一个是获使的传感器 那我们看触发条件 下面有两个 然后我们任意点一个 我们看右下角会 这边位置会出现一个 sensor.bedroom temperature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sensor.living room temperature 也就说 我们刚才那两个触发条件都在这里 我们看这条线 触发条件是通过客厅的触发了 然后走到了选项AB这 选项AB是什么呢 我们看我的大门是不是关了 然后我们看这边有一个result true result true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大门 这个确实是关闭了 并且持续了五分钟 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它就是处 然后流程继续往下走 如果这个条件不是真的话呢 它会走到假的这个流程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动化就停止了 到这就到此为止了 然后我们看啊 大门是关闭的 我们看下一步 下一步呢 它的结果也是出 所以流程还会继续往下走 这边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condition 有个or 就说这下面两个条件 任意一个条件符合 就继续执行 也就是说我的窗户 关闭的状态 或者是不可及的状态 都会继续走这个流程 那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个流程是什么呢 它的结果也是出 这边也是出 这个是我们家里边的两个人 任意一个人再加五分钟 OK 它还是继续往下走 为什么下面没有了呢 因为我 我这个流程还在运行中 现在壁划炉还是开启的状态 所以它这边就没有结果呢 暂时没有结果 然后刚才我那个选项 selection呢 就是对应这四条线 对应这三条线 有三个selection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右边这条线呢 是走的一个默认 如果这些都不满足 那么就走这条线了 这是一个 怕我们这个流程编辑的有有bug 所以它会设计一条默认的线路走下来 好 那我们往下看啊 这边是一个分支 这是一个truth 刚才我们看的一个选项 刚才选项里面呢 我们看这个Yaml文件里面啊 它有几个condition truth底下有四个三个condition 一个condition 两个condition 三个condition 然后还有一个默认的 默认的一个执行操作 那么这边呢 看起来会短一些 比刚才那个网页那边 看起来会短一些 所以我们从这个位置 看这个自动化的流程 还是相对的 比较一目了然的 那么今天呢 我的家里的壁挂炉的自动化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by bwd6